我是沙好康 歡迎你回到向選民報告現場 那麼馬英九連任以後 很多企業都答應要投資 包括郭台銘 陳武雄 日月光 這個林義手 葉蓮等等 藝蓮等等都是要大投資 那我們也看 如果希望這些人 真能夠信守承諾在台灣投資 那另外呢就是 汪汪中市有一個民調 就是選後拿個最先 有百分之五十點一都認為 經濟發展最重要 事實上這次選舉主軸還是經濟 ECFA兩岸也是經濟 所以台灣大部分的民眾 還是覺得古巴豆最重要 你跟我扯來扯去什麼意思 最後還是經濟嘛 民進黨罵了半天 最後才是誰能夠照顧我的巴豆 誰能夠把經濟搞起來 所以經濟發展你看五十點一 第二就是縮短貧富差距 這也是經濟 也是錢 縮短貧富差距 社會福利 然後呢兩岸關係 其實兩岸關係跟經濟關係 也很大 社會福利第四項 再來這個社會福利 也是分配嘛 所以禀要做大 要分得好 其實就是這樣 那另外其他 反正大家看 那馬英九說 他將來要在乎歷史評價 我覺得其實這個 真的在乎歷史評價 當然運鵬說這個動力不夠 但如果遲時 每日提醒自己 將來歷史會怎麼評價我 那是好學生 如果這樣的話也不錯 我們看一下這段新聞片 來這四年 我沒有連任的壓力 可是有歷史評價的壓力 我一定會盡心盡力 把事情做好 在國家跟社會的歷史上 留下一個點半 好 那麼在乎歷史評價 那當然現在大家也在討論 我們剛剛討論民進黨 誰是當黨主席 將來會怎樣 下次隨選 同樣的 馬英九這是最後一任 沒有連任壓力 但是其他人有 要爭取下一任的 這個競爭的壓力 到底誰會 2016哪些人可能會 總統 我們先看總統 吳敦義我想這個 他現在已經副總統了 當時李登輝也是國民黨副總統 去選總統 所以呢 這個吳敦義當然是 目前看起來是 是應該有這樣雄心了 那另外呢 郝龍斌 台北市長這次選得也不錯 以前都是台北市長去選總統 朱立倫 新北市 朱立倫應該也是 滿有企圖心的 而且新北市的選民 是在台灣第一黨 然後胡志強 台中市 就是國民黨的五都的三都市長 因為民進黨也點到陳菊 這個賴清德 那另外呢 連勝我們被認為是 台北市長任門人選 然後呢 卓伯遠被認為是 台中市長任門人選 張華現在 然後呢 這個楊秋興 被認為這次呢 幫國民黨在大高雄 特別是原來的高雄縣 也立下了一些 汗馬功勞 所以有可能再選高雄市長 那這些未來 到底 賴斯堡當然也是 熱門人選 謝謝 大家怎麼看 來 以國民黨這幾個來看 當然大家 一般外界都認為 朱立倫的一個機會 應該是很大 可是問題是 在這裡 一個副總統 武頓利 他當然一定有欺囤心 不是 要為什麼選 對不對 清楚嘛 所以 這樣看起來的話 我認為是 這兩個現在看起來是 比較在台面上 就大家認為是 可能在競爭 但是不要忘了 郝龍斌最近的聲望 是一直往上走的 原來 原來 他上一屆的話 在後面來講 很多人在罵他 可是在他選後之後 最近的表現 無所了解的話 他們的制度 也一直提高 所以那這三個 我基本上 我們都覺得都應該是 有機會的 而且中間可能合眾連橫 都有可能 來 老神 我喜歡預測 我現在預測2016 因為如果錯了 到時候四年後 大家也忘掉了 不是 大家也忘掉 我錯了嘛 但是現在有去嘛 我認為2016 賴清德對幹朱立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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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上啦 對幹 兩個對幹 他已經說 民進黨是賴清德 如果那個時候賴清德 已經處理掉大陸政策 把它處理乾淨 但是他畢竟是 南方的諸侯 就台南市你的市政再好 我覺得在聲勢上 在分量上 抵不過朱立倫 因為朱立倫也做過桃園 也做過新北市 所以朱立倫是相對優勢 但是我覺得民進黨 你像有這些中生代 我覺得沒有人可以贏過 賴清德 至於國民黨這邊 我覺得其實只剩下兩個 就是朱立倫跟吳敦毅 吳敦毅的企圖性是非常明顯的 他非常非常 而且都動了 他還沒被提名副總統 都已經動了 但是他們兩個人 以後走路不一樣 一個是insider 就是在裡頭的 在總統府的 朱立倫就要在地方拚 我覺得吳敦毅比較難動手腳 除非馬英九願意 讓他做某些事情 比如說他說 我要替馬英九全國抛塔塔 去聯絡這些社團 這些基層 如果馬英九容許他這樣做的話 那馬英九就是容許 正義點發言 容許他去做 突入扣子人脈的工作 馬英九的人恐怕不會偏袒哪一個 就是說你們各自發展 最後由初選制度來決定吧 但是朱立倫的方法就不一樣了 朱立倫就要把新北市 好好的在兩年內 幹出一個成績來 比如說現在 什麼三環三什麼 三線 三線 那個是廢利的 但是還有一個就是說 自從廢線以後 基層鬆鬆散了 那新北市這樣 我覺得基層的工作 不容易做 我覺得朱立倫要加油 這個時間過得很快 兩年內沒有成績 所以大家是看不起的 來 悠宏 其實朱立倫現在是地方諸侯 但是地方諸侯的時候 你可以做出政績 但是出了疲漏很危險 胡志強台中本來很好 出了幾個資灣事件以後 然後在火砂 聲望就急進下墜 這很危險 那我同意老沈剛剛在分析 馬英九的個性 大概就讓你們各自去發展 強的出來 那一個副總統 你說行政院長幹過 現在幹副總統 你叫他說 不想總統那個位置 那是違反人性的 那不可能 所以他到底有沒有動 我是不知道 但是動也是理所當然 那總不能鎖在副總統那邊 我就讓給你 那就看下一屆 民進黨的人是誰 國民黨有沒有需要找年輕的出來 跟他對打 或是 看怎麼樣 我是覺得 四年之後 言之過早 但是讓他們 在合法的範圍內 各憑私利 馬英九是會尊重這個制度的 羅蘇勒幹掉蔣校園 還不是金方羅蘇勒 站台 還不是一樣 羅蘇勒當選 又上政治節目 又開始吹起來了 民意大於黨意 黨意又大於什麼東西 又在那邊吹 都是我們黨的 國民黨以前 什麼東西都是他擋下來了 又來了 我覺得以馬英九的個性 他絕對不會玩所謂的指定接班 或者輕定接班 所以任何人想要接班的話 各自登山 但是我要提醒就是說 其實現在看起來 其實百里侯是真的 因為你有大的行政資源 然後你容易曝光 那我所瞭解賴清德 他或許就記取了過去幾個 包含藍的綠的教訓 聽說他把羅斯鑽得很緊 他們那個警察 我不知道該不會講 那個警察局長 聽說都不想幹 你知道嗎 因為他實在是逼得非常緊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今天在你要爭取這個接班的時候 那個政績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不要說 哎我長了一副明星臉而已 如果在你的這個執政的縣市 真的發生一件大事情 你現在想再多 也是沒有用 所以真的提醒 我個人是蠻看好賴清德 因為我真的還比較看好新面孔 可是如果賴清德 在台南這麼拼的話 我覺得其他國民黨 其他的縣市長 更要拼 好我們需要再回來 我們需要再回來